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戴萌兔 那么在上一期的视频当中和大家简单的聊了一聊 该如何选择喷涂时候所使用的喷笔 那么大家知道在做喷涂座位的时候 和喷笔同样重要的还有一个气奔 两个东西可以说是搭配得当的话 才可以做出最完美的模型 所以这一期视频的话 接着上一期的内容 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该如何选择气奔 那么在选择气奔的时候 其实也和选择喷笔一样 不要去迷信型号 某某大神说某某品牌的某某型号的气奔 非常非常好 所以说我也去买这个型号 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 可能那个品牌那个型号的气奔 非常适合某一位大神 但是可能并不一定适合你 所以说在选择气奔 或者说选择其他器材的时候 要关心的不是型号 而是关心的是那个型号有哪些的参数 让这位大神比较的中意 或者说比较的在意 然后再根据自己的需求 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参数 才是正确的选择方法 不要去迷信型号 那么说了这么多 那么在选择气奔的时候 需要注意哪些参数呢 那气奔相较于气奔 这个喷笔来说就会简单很多 最关键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气压 它可以输出的最大气压和额定气压 什么叫最大气压呢 就是在你不出气的时候 这个气奔可以给出的最大气压 这个气压标准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关键的是要你的额定气压 就是你在喷笔持续出气的时候 可以给到多大的气压 那么这个气压数的选择的话 主要也是根据你选择的喷笔来进行决定的 比如说像萌兔经常做这种高达 或者说是坐macross这种飞机的这种玩家 选择的喷笔是0.3或者0.2口径的喷笔 那么这种0.2或者0.3口径的喷笔的话 在气压有0.1兆帕以上的气压 就完全足够使用了 没有必要去买非常大功率的这种气奔 大功率的气奔会伴随的是价格非常昂贵 噪音非常大震动也非常的大 但是如果你是经常做那种大体积大面积 或者说使用的是这种大口径喷枪 0.5毫米以上那种大口径喷枪的话 你对气奔的选择就需要有更大功率 更大输出的气奔了 这里简单说一下的话 就是在0.5口径以上的喷枪 所需要的气奔的气压的话 至少是要在0.25兆帕以上 那么大家只要根据自己所选择的 这一支喷笔来选择接下来的气奔 就可以了 那么确定了我们需要的这款气奔的气压之后 另外几点需要让我们在意的地方就是气奔的体积 不能太大太大的话占地方的话也不太好 当然你家很大无所谓这个体积的话也无所谓 还有一点的话就是噪音 如果你气奔非常吵的话 会非常影响你制作模型时候的心情 听到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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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声音就会心烦意乱 你就没有办法静下心来来去做一个涂装的作业了 那也是非常不太好的 如果你说你要戴个耳机来做模型的话 那就当萌兔是放屁就完了 好的那么扯了那么多的理论之事还是要实践出真证 那直接举一个现实的例子就是以萌兔自己为例 那萌兔选择的气奔的话 是这样子一款非常小巧玲珑的气奔 那这款奔的话是来自于军事的一款AL5型号的气奔 它的最高额定气压的话是0.12MB 对于萌兔这种选择0.3口径的喷比的玩家来说的话 这个0.12MB的最高气压已经是完全够用了 再加上它小巧的体积以及并不是太大的噪音 即使是深夜作业也不会影响到家人或者说是邻居 这款气奔虽然说是非常的适合萌兔 但是萌兔却并不推荐 或者说是非常不推荐大家来入手这一款军事的气奔 原因的话主要是因为气奔不同于喷比 气奔的话它是用电器 用电器的话就会有额定的电压 日本品牌的气奔很少会有宽幅电压 一般性都是110V的电压 所以说如果你要买这种品牌的话 还要再去给它额外配一个变压器 这就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了 如果你忘了的话就啪 还有现在国产品牌的一些气奔的话 其实做的也已经是相当优秀了 出气也非常稳定 然后噪音什么控制也都是非常之好的 完全没有去必要选择这些个国外的品牌又贵 而且还回去还非常的费事 完全没有那个必要 只要根据萌兔刚才说的那些个选择的技巧 去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气奔就可以了 这里的话不说具体的型号了 免得又说萌兔打广告 好吧 好的那么气奔也有了 然后我们的喷枪也有了 那是不是就可以开始 我们快乐的喷涂作业了呢 当然是不是的 中间还会需要一个小玩意儿 是什么呢 就是它了 这个东西的话学名叫做油水分离器 简称的话又叫油水格 主要的用途是用于分离空气当中的油分以及水分 说到这里小伙伴就会问了 说空气当中怎么会有油分和水分的呢 油分的话主要是由于气奔当中的机油 在工作的当中多多少少会随着空气 带出一点电机当中的机油 那么这个机油如果不幸的混到你的喷枪当中 和油漆一起喷出来的话呢 那么对你的这个模型的表面 就会非常的不友好了 那么水分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个水分主要是因为压缩机将空气压缩之后 会让温度升高 那么管子当中的温度和管子外面的温度 产生了一定的温差之后 就会发生一个截路的现象 这个现象应该是大家在夏天的时候 或者冬天的时候开空调就会明白那种现象 那这种截路的现象当中就会有水分 那这水分的话就会随着你的气管一起被带出 水和油是不互融的 混到你的喷枪当中一起喷到模型表面之后 就会产生一些个起雾或者说是起枕 什么一些对漆面有非常大影响的现象 所以说在喷涂模型的时候 油分和水分是一定要严格分离的 那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油水分离器 是绝对不可或缺的 那可以看到这油水分离器下面的话 会有一个玻璃小罐子 上面的话会有一个小的气压剂 小罐子的话是用于分离水和油的 那这个气压剂的话就是用来看你输出时候的 这个气压是多少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这样的一个气压剂 因为在喷涂作业的时候 气压也是非常关键 会影响到你喷涂质量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油水分离器带着气压剂的这样的一个小东西是绝对不可以省的 好的那么有了气泵有了喷枪中间也有了这个油水分离器之后 将这三个东西那么一连就可以开始我们最基本的喷涂作业了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可以选择的小配件 比如说你可以在你的气泵上来加上一个这个储气罐 这个储气罐的话是萌兔非常推荐大家有条件就可以入手的一个东西 因为这个储气罐的话可以保证你输出空气气压的稳定 而且还可以保护你的这个气泵 不至于让它一天不停的长时间在那里 给你这个供气 当这个气罐当中储气罐当中的这个气压到达一定的值之后 这个气泵就会停止工作进入休眠的状态 然后当这个气泵当中的气压被你用掉一些之后 气压下降了这个气泵才会继续开始工作 所以说如果给气泵加上一个气罐的话 是可以非常有效的延长你这个气泵的使用寿命的 这边是非常推荐有条件的小伙伴去给这个气泵加上一个这个气罐的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气泵都可以加气罐 你在选择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有那种可以加气罐的 储气罐的这种气泵买那种就可以了 好的那么步入喷坑第一步选择设备已经选择完了之后 那么在之后的讲堂视频当中 也会陆陆续续的和大家来分享一些 在喷涂作业时候所需要注意的一些注意事项 以及一些喷涂作业的小技巧 如果对喷涂有兴趣的小伙伴 还请持续关注我们萌兔的视频 当然与此同时一些初级的技巧也会同步更新 也有不少的小伙伴给萌兔留言说 希望给大家介绍一些最基础的最根本的那种 最基础素组的那种工具什么的 那萌兔也已经记在心中了 将来的时间也会慢慢陆陆续续的和大家进行一些 这种更新吧 那么大家在制作模型的时候 有什么疑问或者不懂的地方 也非常欢迎在下方留言区或者弹幕当中 留意一条言告诉萌兔 如果被非常多小伙伴提问到的问题 萌兔就会拿出来和大家做一个集体的解答 好的那就是这样 视频最后千万不要忘了给我投币点赞收藏 以及分享 我是戴萌兔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